引力弹弓是一个常在科幻作品中出现的概念 最近被我们频繁的听到 一定是来自于流浪地球了 虽然流浪地球本身是一部科幻电影 其中借助木星的引力来帮助地球加速 以便使其脱离太阳系的束缚 流浪到比灵星的桥段也是相当具有戏剧性 但是引力弹弓本身却一点都不是科幻 它是纯粹的科学 怎么个科学法呢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 木星到底是怎么帮地球加速的 首先 首先木星是一个质量很大的行星 达到了地球质量的318倍 所以根据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质量越大引力也就越大了 于是当地球靠近木星时 就会被其强大的引力给吸引住 从而加快移动速度 另外还有于木星本身也在绕着太阳公转 所以木星吸引地球的同时 也给了地球一部分的速度 相当于又推了地球一把转大了 最后当地球需要逃离木星的时候 就会在合适的位置和合适的时机点燃发动机 就像是抛球一样被木星用力给跑了出去 从而达到了脱离太阳系所需要的速度了 这个就是引力弹弓效应 当然在现实中 我们不需要真的让木星来帮我们抛地球 抛抛其他的倒是很有必要 比方说这个了 信使号水星探测器 当它被发射到太空当中去之后 正是通过了引力弹弓效应才进入了水星的轨道 开启了它的探测工作 如果没有发现引力弹弓效应 以及利用这股宇宙力量的N次的话 以人类现有的科技水平是很难开展一些探测活动的 其实引力弹弓只是宇宙知识的冰山一角 如果你想更多的了解宇宙知识 我要推荐你读一读这一本书了 《宇宙全书国家地理新视觉指南》 这本书让我推荐多少次我都不嫌多 里面包含的500张炫彩科学照片和艺术图 真的是太对我的胃口了 并且他们还配有专业的文字解说 从星系星云到恒星行星 几乎汇集了人类所有对宇宙的认知了 不仅适合给孩子作为启蒙科普 也非常适合自己来收藏阅读的嘛 推荐给你